哦明白了老师 后边直接后边加个名词就行了 这个单独用的 对没错 行好谢谢老师 OK thank you 好还没其他的问题 那个fisting啊 这个十九节还有一个fisting fisting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知道 不是学习 研习吗老师 对这个字啊 就是大吃大喝 OK就是大吃大吃 所以指的就是我们把研习 大家吃习啊 OK那些酒习啊 这个习那个习的OK 什么谢师宴啊 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毕业 什么宴啊 还有什么宴的OK 婚宴当然了啊 OK 生孩小孩满月宴啊 什么都是fisting的一种情况 你办宴会的时候 大家吃大喝就讲fisting 也是一个词啊 fisting fisting在这个地方的话 指的就是因为fist是动词 这里是一个动名词 动名词对 这是加了ing 对是 所以是a day off 接在off面前 后面一定要用名词 对吧 joy是名词本身 fisting是动名词 所以它俩地位相等 这个是用喜乐很开心的 而且是大吃大喝的 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日 庆祝节后余生啊 所以都要大吃大喝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可以讲一下这个 十九节的这个present和这个gift 它们之间的区别吗 present跟gift present跟gift OK好 present跟gift很多时候 感觉上好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gift跟present本身 其实是同一词 都可以 差不多意思都差不多 都是说送人家的什么什么礼物啊 这个那个的 OK 所以但是很多时候有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用的不太一样 是同一词 都是我们精心包送人家的 或者是为了表彰啊 人家什么礼物啊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这个gift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gift它可以用作一些 一些属性的名词 比如说你gift bag 你买那个有没有 有的时候那个超市 或者什么地方小店店里面都有卖给人家专门装礼品的袋子 给人家专门装礼品的盒子 叫gift bag gift box 这个时候啊 我们从来不会用present box present present bag 我们不会这样子 OK 我们通常都选择是用gift这个字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口语里面比较常用的时候 也有人讲present或者是gift都有哈 可是如果如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或者是特殊的给你个人给你制造惊喜或什么东西 比较常用gift 我特别准备一个什么东西给你 这是一个gift 那gift通常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小的礼物 不会让人家承受不起 我买台车给你gift 也有人这样说 但是通常大一点的东西我们会用present 这个基本上在口语上是很多时候混着用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一个连接 OK一个属性的一个名词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通常是比较prefer用用back 比如说像give back give wrap 有没有这个give wrap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give wrap give wrapping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give wrapping 明物包装盒 OK give wrapping通常是一个名词 讲的是说你到那去就有give wrapping 我在这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礼物 但是呢我也没时间回家自个准备纸 我也包的不漂亮 那人家就说生意人做生意 没问题 你只要在本店买了 比如说100块美金以上的东西 我给你免费包装礼物 我给你免费包装礼物 这个就是give wrapping 如果你买的是20块以下太少了 那我们就收个三块钱的手续费 帮你有专人给你把礼物包好 这个叫give wrapping 包装那个礼物 OK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把它在一个复合名词里面用的时候 从来不会用present这个字 不方便 比如说present bag present wrapping present box 不方便 我们喜欢用gift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字本身 通常都可以做动词 gift可以做动词 present是可以做动词的 OK 可是present做动词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他做动词的时候还这样念吗 present 中音的位置不一样 是出席吧 中音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present present OK 所以他就变成后面 present 什么情况下用present 也是展示哦 展示 OK 也是展示 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是吗 对 OK 展示出来 还有呢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用 presentation 空极 presentation 是不是 presentation 或者是什么 还可以做什么 present还可以做什么 present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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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示范 OK present OK 示范出来 OK 好 他可以这个present这个字还可以做形容词 对不对 对 形容词什么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目前的 目前present 当今的 现在 当今的 目前的 现在当今的 OK present 我们动词的时候 present 还有很多是什么 很多时候展示 还有一个 如果我现在说 哎我现在 呃 来刘晓庆已经来了 Let me present OK Our movie star 刘晓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present不是说展示吧 是什么意思 我听过刘晓庆 Let me present 我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Let me present Mr.刘晓庆 to everyone 这个present什么意思 介绍 介绍 我现在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Let me present 刘晓庆 女士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现在我就介绍她出场 Let me present 跟那个introduce什么 不一样 introduce OK introduce 是说 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刘晓庆 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 哎呀 他过去拍过芙蓉镇啊 演过什么什么有名的电影啊 电视剧啊 他这人可厉害了 他从年轻16岁就开始演 这个叫introduce 就叫做一个陌生人 对 不太了解的情况之下 introduce OK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刘晓庆的时候 只是现在把他请出来 Let me present OK 这个present的时候的意思是这样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 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有位魔术师出来 这个时候是present 下面我要请什么人出来 那个present OK 但是如果是一个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位 比如说像我 我向大家介绍一位平民皇后 以斯帖皇后 我如果用introduce的话 就表示你们都不太了解这位皇后 但是如果这位皇后现在就站在我身后 我现在就把他请出来 或者我现在要请你们看一个电影的话 就是说他真实的故事就要放在你眼前的时候 就可以用present 这样有没有问题 明白 OK 所以introduce通常都是用在一个可能你们不太熟悉 而且我想让你们更熟悉 所以我有一些特殊的材料要向大家报告 这种情况之下 introduce 比如说50年以后 如果有人已经不太认识 假设 我只是假设 如果有人已经不太认识毛主席了 因为已经很多年以后的子孙 对吧 我说哇 今天我要郑重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历史上的毛主席 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OK 这个时候是introduce OK 那如果我现在是把毛主席已经请到我身后 或者是我马上就要放一部 有关毛主席生平的电影 就他的影像可以立刻拉到你眼前的时候 就是什么 present present that's right present OK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所以introduce用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期待对方是给我们多一点解释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生存年代是从什么什么时候 他做一生有什么丰功伟绩 他曾经打了什么战争 他曾经带领我们中国人民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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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是introduce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马上就要出场了 OK 这个魔术师要出场 这个跳芭蕾舞的要出来了 这个后面是谁谁谁 OK 中国第一位宇航员马上就就就要登场了 这一种的话 我们都是用present 还有present呢 比如说我现在向大家介绍呈现上来 这有呈现上来的意思啊 就是我记得 呈现 我现在马上要给他大家看的就是我们本公司2024年最新的预算报告 这个let me present 这个是present 因为我马上要端出来给你看了 是不是present present还可以用在什么 我现在把满汉全席给你们端出来了 let me present 让你有一个期待 我马上就要拿到我眼睛前面给我看到的那个是present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个座谈会 我们就是专门谈这个这个叫什么 我们专门谈这个中国的吃中国的食物中国的月饼的时候 这个是introduce 如果你们这些人都是老外 你们都不懂什么叫月饼的话 你们也不懂什么叫满汉全席 let me introduce ok 可是如果是一群工具现在已经端着盘子在那等 马上全席满汉全席就要端上来的时候 let me present 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谢谢 理解 ok 好 还有就是说 go ahead 就是上面那个 这个rapping 如果说动词的rap 就是就是属于包裹 包裹这个动作 是 打包包裹 是 就是专买百货公司常常生日生日人情人节 现在谁有时间买了东西回家仔细包裹 没时间 ok好 没关系 只要你买20块美金以上的 我们通通给你免费包装 或者是你只要买20块的东西 只要花5块钱 我们就给你做礼物的精心包装 你就打包和包裹的意思 包裹好 打包好 可是这个rapping是很特别的 你要人家包完 不是那种拿报纸给你团一团 是那种包完之后人家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个叫装饰的很漂亮 that's right gift wrapping 你看人家看过人家那包的 有的可以折三道边 四道边 这边很美很美 然后再绑上个大丝带 然后干什么什么的 对吧 就是包含decorate 那个 right decorate跟rapping是不一样的 嗯 ok 不一样 decorate 通常都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说他本来就已经拿得出手了 但是有一点中国人讲锦上天花的意思 嗯 对 在网上加朵花 我这墙上在挂花 ok 但是我的墙本身是已经能够见人的 拿得出手的啊 嗯 decorate 嗯 比如这个墙我觉得太素了 我挂一幅画 挂着 或者是我就觉得我很美 我把我自己的照片就挂上面 这个是decorate 嗯 ok 可是如果你的东西是根本见不得人的 你是没有粉刷 你根本就毛坯房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不能用decorate 这是有差别的啊 那个不可以用decorate 嗯 ok so decorate是那个东西本来已经都可以见人了 没问题 只是我现在锦上天花一点 让它更漂亮 或者是我觉得这地方太空旷了 我就插朵花 放过花瓶 这种东西叫decorate 对你说的 decorate 你这么有吗 我没找到那三尺呢 没有 这个是他刚刚问的 是往事件问的 我就觉得那个wrapping 就有点 有点 你别说 你别说你买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它是那种 我包装 没包装 那是把它作为礼物的话呢 就把它给装饰一下 wrapping这个字是在gift wrapping 是在老外来讲非常重要 OK 首先观念的问题 我要送你一包洗衣粉 我拎着洗衣粉就到你家去了 这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我要送你一盆芝麻油 我拿到你家去 这是没问题的 可除此以外 凡是当礼物的 如果你都没有包装 拿到人家那去 老外 在他们的文化里觉得 这很丢人的 就好像一个女人 没有穿裤子一样的道理 裸体的 他们觉得这不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gift wrapping is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 跟我们的想象是没有不一样 我们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 中国人比较实际 我们不会花钱在这种wrapping上面 但是他们都很愿意 花五块钱去请人做一个包装 他们的就是这样子 包装很重要 that's right 所以gift wrapping不叫decorate 你不能跟他讲说 你帮我decorate一下 decorate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都已经包的挺漂亮 可以拿得出手了 我现在只是帮你在上面 修饰一下 再给你加朵花 你这个花不够对吧 我给你去朵花上去 这个叫decorate 再装饰一下 that's right 所以decorate这个装饰这个字的定义 跟你中文的了解 汉语的了解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你住一个毛胚房 你把毛胚房装修起来 你觉得是decorate no 对老外来说 那不叫decorate 那是你该做的 因为你本来就见不得人 毛胚房 你现在把它弄成可以住人 ok 那个是你是装修 这是应该的 ok 但是如果是墙什么 都已经磨好了新房子 但我觉得这面墙太大了 有点素 我挂幅画上去装饰一下 这个叫decorate 这个绝对叫decorate 我觉得这份配合我的家具 我现在买个花瓶 给它放这儿 互相辉映一下 那这个花瓶太空了 我给它放几桌 挖进去 well that's decorate 对那个装饰行业 这些叫做软装 OK 所以所以就是你不要误会说 毛胚房把它粉刷好 你认为是decorate 那完全不是decorate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Ego有没有问题 老师装修房子呢 用来着装修用什么词呢 你说你要装修房子是吗 是的 你是指说把一个房子不能不能住人 然后一直到能够去住人吗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有几个不同的字可以用 看你是做啥 OK 如果我们现在讲renovate 它的名字叫renovation renovation renovation 这个renovation OK 这是一种装修的方式 这个renovation平常是 是它已经有这个房子存在 OK 那你只是把它 比如说有些地方强调漆了 有些地方不太好了 OK 我们再装修一下 让它更适合住人 这个叫renovate OK 有没有问题 好 另外一个字 furnish 完全不一样 furnish 完全 毛坯房不能住人 他现在已经完全furnished了 而且通常还指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拎包入住的意思 对 OK furnished 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就是furnish 行业上 装饰装修 the house was fur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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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furnished 通常是指这个 你马上进去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但是没有 你自己还需要很多家具的话 那你自己贴 但是最起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基本的大概都有了 你最起码你会有冰箱 你会有这个那个什么床 或者有一点桌子椅子这样子 这个叫furnished OK OK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你问的时候也要问的detail一样 你这个furnished 包括了什么 what items are included 你包括什么item 包括一个冰箱 冰箱是多大的多小的 如果只是给你这卖人膏的那种装饮料的那个 well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t OK 所以那个也不能冰肉啊 不能做什么 像我们这种家庭主妇出身的 我们就觉得那个就不太实际 但是人家可能就是租给那种上班的 你就冰两瓶可乐就可以了 你在外面吃饭吃完了 打包回来放点剩饭 这样就OK的了 对吧 所以你租房子的时候 你还是要问的很detail的 OK Furnished and renovation renovate呢就有可能很大了 OK renovate可以是 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漏水了 我就把瓦都拆掉 renovate 对 如果是有可能这个房子已经少两根梁柱了 都已经住掉了 我重新换梁柱 这都可能是renovate 可大可小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是写错了 renovation 这个是renovate 对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 谢谢老师 好 OK 老师 暂时没有 OK 好 没有了 我们来看看 还有其他的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说 我的天啊 就像这一样的 那我们来说 对 这个地方 就是